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来来 快让我看看你 这大小伙子了啊 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消息 这当年谭家的二少爷 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上海王喽 苗叔 十年没见了 这十年里 我一直想联系您 可是一直联系不上 您过得还好吗 做些小生意 勉强混日子罢了 来 廖叔 请坐 坐吧 来 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 可这最后一场败仗 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 廖叔 其实 其实我想问你 当年那场账的惨状你也看到了 您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 其实我一直怀疑 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马匪 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马匪 马匪只为劫财 一般不会斩尽杀绝 可当时他们炸毁山石 封住山谷 你父亲 你大哥 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 我实在是想不出 什么样的马匪能有这样的战斗力 这十年 你父亲 你大哥 我转战南北 可是再也没有听到这会儿的消息 如果他们真的是马匪 不可能干一票就金盘洗手了呀 可惜 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 我每次梦见我父亲 我都想跟他问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惜梦就行了 这是当年从你附近伤口上取下的弹头 这些年我一直留着 也许你能用得上 开花弹 当年所有遗体身上的创伤都特别大 很多甚至被炸开了半个胸膛 这种子弹 在全世界的正规军里面 都是禁止使用的 廖先生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正规军不会用 马匪也绝不会用 宣伤 我还想跟你说 很多事情 并不像你眼前所看到的那样 当年谭家受到的冤屈 今天不要再加在别人身上 那些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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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